我国驻泰代表陈明镇将融掉欧洲波兰 日前泰国桥界和台商特地举办欢送晚会 场面温馨感人 陈明镇驻泰四年九个月 期间签订共同打击犯罪 避免双重瞌睡 极高等教育合作等协议 对促进台台关系贡献良多 台商桥界纷纷表达感谢 陈明镇指出 我国外交虽然处境艰困 但台商和桥界仍兴向国家 我们中华民国驻外同仁 没有悲观的权利 没有选择的权利 只要为了国家的利益 为了两千三百万人的福祉 只有权利以赴 陈明镇说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社会公职人员要对得起国家 也希望桥界未来能继续 给予代表出颜色和鼓励 泰国台湾会馆及台商总会等 也致赠纪念品给陈明镇表达感谢